我们台湾是南岛羽族的发源地 县府行政处长曾龙阳介绍举办动机 说明传统源头来自何方 这是在县府南东大楼大厅所举办的 斯卡罗寻觅记档案应用主题证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观战 县府表示为让民众能够追根溯源 认识自己族系 展览结合公共电视斯卡罗剧中角色 以族群生活移动或内战争时 沙盘推演妻子做设计 要让观战民众查找自己的家族历史 探索鲜明历史脉络足迹 文件展它提供的是一个最真实的 文史资料的记载 那不管故事的好或坏 或是大家对它的不同的看法 但是最不会有任何的 大家不会有意义的就是这些记载的资料 曾如我们的像户口名簿 里面记载的到底是身翻或手翻 它祖先是从哪里而来 那它到底居住在什么迁徙的方向 或是迁徙的去路 都会在这里被明摆地展现出来 透过展览 县府要让大家重新看到 屏东在整个台湾历史发展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民众观展后也颇有感触 只有这个展我可以发现到 我们一些历史 一些印记 我们都可以从我们一些 护赠的资料或什么 了解到一些种族 他们一些不同的地方 展览也协同县内社区发展协会 及文资传承保护协会 策划原住民文首主题的图文 叙述及实物证 让民众认识原住民 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活记忆 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手文的部分 就是它不同的阶级 就会代表不同的手文 然后它可能就是有刻 比如说我可以就是分配资料 分配物资 或是你只能当平民 或是你要刻手文 一定要就是比如说 那个头目允许你刻才能刻 县福表示 县内相关协会所提供的 足系普图 接续关系图 以及文首工具等珍藏资料 除了让民众深入了解 原住民多元文化 也开启文首印记知识 解放的密码 更加凸显文化资产 保存的重要价值 太武乡嘉兴部落的秋孝凤老师的 手文的一些的展示资料 那从他的手文也见证了整个 我们原住民在这块土地上 生活文化的一个面向 所以从我们的文件记录 到手文的一个脉络图档 那到影片的故事的一个展现 那其实一直在呈现的是 这块土地的真实历史 县福希望借由这次主题展 让更多民众了解机关档案 管理保存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迅速简单辩解的 向机关申请档案应用 斯卡罗寻觅记档案应用主题展 占期至今年的9月3号 县福欢迎大家一起来查找体验 斯卡罗寻觅旅程 评论新闻蔡立怀 杨振义采访报道